前不久,那模陈宜曼一发表人体整形地图中国整容很垃圾的观点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热议 对于整容,陈宜曼并没有像大多数艺人那样遮遮掩掩 他不但自己不介意整容过程被曝光,也不担心未来男友会介意 这个不会担心的,因为他如果爱我的话,就不会介意这些 如果他不爱我,只是爱我的肉体,不爱我的灵魂,不爱我的思想,不爱我的全部 这样的男朋友送给我,我也不要 已经拥有了天生励志的容貌和高挑的身材,为什么还会选择整容 这不但是很多网友对于陈宜曼此次整容的疑惑,也是陈宜曼父母无法理解的问题 据陈宜曼透露,他的父母曾激烈反对他整容,为此甚至不惜发出自杀威胁 然而陈宜曼却始终坚持,人生不过短短的几十年,不想给自己留遗憾 我家人曾经以自杀威胁来反对我整容 但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完美主义梦想 女人都是爱美的 就像从小就喜欢大笔娃娃的魔鬼身材天使的面孔一样 追求完美的自己是一个女人毕生的追求 据陈宜曼自己透露,他在韩国进行了多项整容手术 其中包括提升额头、开眼角、脂肪、龙胸、瘦小腿和处女魔修复手术 而这五项手术竟然分别在韩国多家不同的整形机构完成 这样不少媒体和网友新生疑惑 对此,陈宜曼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自己此举的用意 在不同家做不同的手术 是因为每家医院所擅长的项目是不同的 我只是想亲手为自己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整容地图 就像为自己设计一件漂亮的衣服一样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CUS ONLINE